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3年7月28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成子 我是任任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下午在成都会见到访的印尼总统佐科 习近平欢迎佐科来华出席成都盗运会的开幕式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投印尼保持经常性战略沟通 启动两国外长防长2加2对话机制 打造高水平战略呼吸 印尼总统佐科27号抵达成都 他此行将出席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并访问中国 这也是去年7月以来佐科总统再次到访中国 27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成都会见佐科 欢迎他来华访问 习近平说去年自己和佐科总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互访 共同开启两国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中国和印尼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道路上 理念高度契合互为发展机遇 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好伙伴 中方愿投印尼保持经常性战略沟通 启动两国外长防长2加2对话机制 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互行 中方愿意我们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互关系十周年为契机 从印尼深化更高水平的战略合作 把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一个实景图 打造发展中国家命运与共团结合作 共促发展的典范 为地区和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习近平并提到亚万高铁通车在即 双方要全力做好最后一公里的建设 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助力印尼发展 中方也愿投印尼拓展新能源汽车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 并愿意继续扩大印尼大宗商品和优质农产品的进口 在区域合作上习近平指 中国支持印尼担任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引领东盟坚持战略自主团结自强 打造地区稳定中心发展高地 左科在会谈中也谈及双边合作进展 透露亚万高铁将于今年8月按齐通车 中方积极参与的印尼新首都建设 和北加里曼丹工业园开发等战略系项目进展顺利 他并重申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并愿意同中国继续加强各领域合作 促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会见后两国元首还共同建政签署 农产品书华 卫生 联合研发 以及印尼新首都 中印尼两国双元建设 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28号即将开幕的成都大运会 不仅是疫情后中国主办的首场 世界综合性赛事 也是今年中国重大的主场外交活动之一 除了印尼总统左科之外 毛利塔尼亚 规亚纳 布隆迪 以及格鲁吉亚的领导人也先后抵达成都 他们将共同出席大运会开幕式 并对中国进行访问 凤凰卫视 巧文中明亮 成都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27号下午在四川成都 会见陪同印尼总统左科 来华出席第31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开幕式 并且访华的总统夫人伊利亚纳 彭丽媛在金牛宾馆锦荣庄 迎接伊利亚纳 两国元首夫人欣赏精美的银花丝和鼠袖 等成都特色非宜工艺品 彭丽媛邀邀请伊利亚纳观看茶艺表演 并且同伊利亚纳亲切茶叙 彭丽媛表示 中国和印尼文化相近 民心相通 希望双方深化有益 增进友好 欢迎伊利亚纳在成都多走走多看看 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光 伊利亚纳感谢彭丽媛的精心安排 表示成都之行进一步加深了 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喜爱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 7月28号晚间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 并且宣布本届大运会的开幕 而本届大运会即将开幕 开幕式将会在今天晚上在成都东安湖体育中 公园的主体育场举行 全体开幕式的演员 志愿者当中 99%都是大学生 他们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多项彩排 国际大体联官员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这届大运会从媒体中心到主要场馆 都是奥运水准 因疫情影响两次延期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即将于28号在成都正式开幕 大运会时隔三年恢复线下举办 也吸引来自全球各国媒体来到现场参与报道 据大体联官员透露 报名参会的海内外记者共有约3000人 其中包括200多名外国记者 从7月25号开始 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也进入24小时运行 将在赛事期间持续运行30天 媒体中心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 现场LED大屏将实施播放 开明幕式和竞赛直播信号画面 成都大运会将于7月28号到8月8号举办 共有来自约170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 及随队官员来参加 范布加特也表示希望通过这届运动会 让观众看到运动员们的拼搏与努力 同时也希望大运会成为一个平台 促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在距离主媒体中心大约1公里的地方 在我身后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次大运会的主场馆 也就是成都的东安湖体育公园 在28号晚大运会的开幕式也将会在这里举行 据主办方子先介绍 这次的开幕式将会充分运用科技的元素 让现场充满艺术想象和神奇的空间感 也让我们届时一起期待 凤凰卫视 巧闻周明亮 成都报道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7号迎来了首个比赛日 射箭 水球在相邻的两个场馆开赛 中国运动员在两个项目上 都迎来了这次的大运会首秀 27号下午5点 大运会水球小组赛的赛场 迎来了这届大运会中国水球队的首秀 对手是格鲁基亚队 中国队首张告负 那也是可以接受节目 我体育经济它肯定是有输赢 我们也不能说就用一场输赢 对队伍的水平就怎么样的 然后会相适我们的坚决力 之后比赛还是从防守边开始加油吧 然后先把自己防守做好 然后再去考虑进攻的事情 因为毕竟事分还是有点多的 有没有信心中国的比赛 有 为什么 小组的两个 一个斯洛伐克和一个韩国 两个队伍的实力水平 跟我们还是比较相近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除了这场东道主的比赛之外 上午10点起 还有另外4场比赛在这里举行 在第一场日本对阵德国的小组赛中 德国队胜出 我们在这里赢了一场赢 我们在昨天的团队聚会讨论 我们想要赢了一场赢 然后在这场赢位最好的位置 根据赛程的安排 这次的水球项目的比赛 将一直持续到8月8号 在隔壁同天开赛的射箭项目 也将一直持续到7月31号 在首个开赛日 射箭项目也迎来了 12名中国运动员的亮相 在早前中国代表团公布的消息 显示中国在这次的大运会 将排除441名运动员 参与全部的18个大项目比赛 凤凰卫视机 欧云火流舰 四川成都报道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将会在28号正式开幕 香港代表团第二批运动员 27号的下午抵达成都 同时香港女排相隔10年再参加大运会 希望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 打出好成绩 27号下午 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 第二批香港运动员 抵达成都大运村 曾在东京奥运 赢得平方运团铜牌的杜凯琴和苏惠英 都是首次出战大运会 但成都他们都很熟悉 在大运村的另一边 女排队员正打得火热 上一次香港有女排队员 参加大运会 已经是2013年 本次小组赛将遇上 印度队和意大利队 队长詹颖玲对队伍表现充满信心 你觉得我们香港队有什么优势 我们香港队真是食脑 很聪明 而且我们的法球是很有针对性的 所以希望在比赛里发挥得出来 Dreams come true 所以希望 这是一个很坚定的目标 给自己 大运会男子排球将在29号展开小组赛 香港队将在成都大学体育馆 迎战韩国队 凤红卫视 翠口军汤锦强 陈浩成 成都报道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自7月28号起到8月8号将在中国成都举行 在本届大运会口号 成都成就梦想的激励下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运动员 骑去成都 由吉祥物荣宝建政 并拼搏与汗水书写追梦故事 成都大运会是继2001年北京大运会 2011年深圳大运会之后 中国内地第三次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也是中国西部地区首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 本届大运会比赛项目设置田径 跳水 射箭 篮球等15个必选项目和武术赛艇射击三个自选项目 共18个大象 269个小象 赛事约有来自170个国家和地区的 1万余名运动员及官员赴成都参加 本届大运会共有49座场馆 其中新建13处场馆 提升改造36处现有场馆 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是本次大运会核心场馆 及开幕式的举办场地 由一场三馆组成 包含4万座的主体育场 1.8万座的多功能体育馆 4500座的游泳跳水馆和小球馆 从空中俯瞰 主体育场采用正圆形设计 同时结合浓郁的巴蜀文化 在顶部呈现的27000平方米的太阳神鸟标志 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太阳神鸟图案 比赛期间 东安湖体育公园将承担体操 游泳等重要项目赛事 而大运村则设在成都大学 住区分为三个区域 房间数为6522间 最大容量约1.1万人 同时设有两个餐厅 共有3800个座位 每个餐厅都包含中华美食 地中海风味等五大门类 煮菜品七天循环一次 此次大运会是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首个以开放形式举办的 大型国际体育综合赛事 有关人士指出 成都大运会可能是世界历史上 唯一出现两次延期的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从2021年延期到2022 再延期到2023年 针对民众现场观赛有关问题 大运会组委会表示 凡具备观赛条件的比赛场馆 所有赛事均全面开放售票 让市民都有机会走进大运赛场 感受赛事氛围 相信观众将一同见证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员 相聚成都竹梦青春舞台 共享大运盛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稍后见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震华 27号应约和美国总统 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举行视频会谈 生态环境部表示 继7月16至19号 中美气候特使在北京举行对话之后 27号谢震华应约和克里举行视频会谈 围绕加强中美气候变化对话交流 合作推进全球气候多边进程等议题 进一步的交换意见 双方同意会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 再来看朝鲜27号的晚上8点许 在首都平壤市中心的金日称广场 举行夜间阅兵式 以纪念朝鲜战争停战协定 签署70周年 2018年的9月以前 朝鲜通常是在上午举行阅兵式 但是从2020年的10月 朝鲜劳动党成立75周年阅兵时期 朝鲜已经连续四次 在晚间或者深夜阅兵 另外再来关注到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7号表示 总统普京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制贺电 祝贺朝鲜解放战争 胜利70周年 普京在贺信当中指出 朝鲜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 以及在主要国际问题上 与俄罗斯的团结一致 彰显了抵制西方政策的共同决心 历史上曾经并肩作战的这一经历 并没有失去其价值 这也是俄罗斯与朝鲜之间 进一步发展政治 经济和安全关系的牢固基础 面对现代威胁和挑战 维护和弘扬牧林友好 互帮互助的光荣传统尤为重要 普京也祝愿金正恩身体健康 并在造福朝鲜人民的工作中 取得更大成就 韩国总统尹熙悦 27号的晚上 出席朝鲜战争停战协定 签署70周年纪念仪式 尹熙悦当晚出席 在釜山市海云台电影殿堂 举行的纪念仪式 在联合国参战国的援助下 釜山市在战争废墟中 发展成为世界级海洋城市 并正在争取申办世界博览会 他呼吁各国支持申办 尹熙悦又说 韩国将继续与盟友 为全球的自由和平和繁荣贡献力量 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 接近3000人 包括联合国参战国政府代表团 联合国军老兵及其遗属等人士 出席了活动 当天稍早前 尹熙悦同来访的朝鲜战争时期 联合国军参战国政府代表们一到 败业位于韩国釜山的联合国军纪念公墓 尹熙悦和富人一到 向联合国军卫领塔献花 一同败业的联合国军参战国代表 包括新西兰总督基罗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 以及澳大利亚 法国和加拿大政府代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半岛停战70周年 朝鲜再次举行夜间阅兵式纪念 而韩国总统尹熙悦同来访的联合国军参战国 政府代表们一到 败业了联合国军纪念公墓 那么的话题 我们请正好先生来分析解读 郑先生好 两位早 朝鲜两国的纪念方式截然不同 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给半岛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 我们已经注意到 就是在7月27号 朝鲜停战70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 南美双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 来纪念这一天 7月27号这一天已经过去了 但是对这场战争 也就是朝鲜战争 它的反思 铭记 研究 我相信还会持续下去 那么特别是对当前朝鲜半岛的 紧张复杂的这种局势的担忧 这种关注度也会持续下去 那么在过去的几天 我们对这场战争 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个解读 那么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 就是刚才你所提到的 我们看到的南美双方 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来纪念这个战争 而这种不同的形式 也确实反映出南美双方 主要是朝鲜和韩国 对这场战争的不同的一种心态 而这种心态其实也隐含了 那么朝鲜半岛这个形式的复杂性 在朝鲜方面 它是以胜利日的方式来庆祝的 更多的它不是纪念 而是一种庆祝的方式 包括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包括有阅兵 甚至于金正恩 还和邵一谷一同参观了 朝鲜国防成就的展览 向俄方展示朝鲜近年来发展的 大型的战略武器 那么朝鲜人民是把这场战争 作为一个胜利一方 以自豪的心态来庆祝的 虽然他们说也是一个纪念 但是从形式上 活动式的安排上 它更多的是一种庆祝 包括像普京总统 给金正恩发去的贺信 他是庆祝朝鲜的胜利 反观我们看到南方 就是韩国方面 那更多的是以这种纪念的方式 包括这个召开的纪念大会 另外的是拜业 所谓的这个烈士的林木 另外在朝鲜的民间 还有一些反战的团体 借用这一天来进行反战的活动 特别是反对尹西约政府 对北方采取的这种 强硬的军事手段 也反对美国把战略资产 转移到朝鲜半岛 加剧了朝鲜半岛的 当前的紧张形势 因此在韩国 更多的是反思这场战争 因为这场战争 其实对整个朝鲜民族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三百多万人死亡 三百多万人流离失所 那么韩国也包括参战的 美军和国军 伤亡巨大 当然中朝参战的伤亡人数 也是巨大的 那么因此这场战争 给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 给世界带来的这种 巨大的损失 实际上呢 它更多的应该是警醒人们 避免战争 通过这个 不采用战争的方式 来解决分歧 这场战争的挑起的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北方 首先这个向南方发动了这个进攻 所以才导致了这场战争的全面的爆发 所以呢 从战争的性质 结果 任何一方面来看 都应该是一个反思 是一个沉痛的一个反思 特别是这场战争 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基础上来讲 朝鲜半岛还是属于这种 战争的状态 再加上当前朝鲜半岛的各种因素的 复杂的这种演变 那么南北对峙 敌视的这种态势 没有丝毫的减弱 所以呢 应该是利用这一天来反思战争 避免战争 避免战火 穷然 朝鲜是一个单一的民族 都是血弱同胞 所以呢 更不应该通过战争 相互厮杀 来解决彼此的分歧 所以呢 这场战争 从这样的一个 从表面的线上来看出 也可以看出 就是南方 南北双方对战争的认知 存在着巨大的这种误差 也导致了当前朝鲜半岛 我们看不到任何和平的希望 虽然我们寄希望于和平 但是呢 当前的这种 这种这种对峙的状态 对战争的不同认知的这种态度 这种心态 让大家呢 也更加的担心 其实呢 朝鲜半岛仍然有战和重燃的潜在的危机 当然大家希望 朝鲜南北双方通过谈判 政治来解决 双方的分歧 实现这个民族的统一 实现这个永久的和平 但是呢 这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而南北双方当前的 胶着的对立的这种态势 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失望 两位 谢谢张浩先生的解读 再来关注到中国空军 周四在长春 举行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周年的专场记者会 邀请曾经参战部队的代表会见记者 空军发言人表示 从战火中飞来的中国空军 必将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越飞越强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空军在长春举行记者会 邀请曾经参加轰炸大河道 米格走廊保障部队 王海大队 黄极光班的官兵代表 回顾当年历史故事 讲述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 在朝鲜战场上 1951年秋冬 攻占进入白热化 志愿军部队空军与敌机 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空战 形成保障后勤供应的米格走廊 当年的部队 如今已经换装新一代 隐身战斗机歼20 不管面对什么困难和挑战 我和战友们都牢记 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 我们用第一来回报祖国 空军表示 如今的中国空军体系作战 体系制胜的能力 在不断提升 从战火中飞来的人民空军 一定会飞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远 越来越强 凤凰卫视 霍维伟 刘家浩 长春报道 再来关注到 俄乌战事还在持续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乌军近日在多个地区 加强了反攻 但是都被击退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就发布视频称 乌军又夺回了 位于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村庄 普京在出席 俄罗斯非洲峰会间隙 接受采访表示 乌克兰的反攻 近几天显著加剧 主要战斗发生在 扎波罗热战线 不过 所有反攻企图 都被俄军遏制 乌军被击退 并遭受了巨大损失 除了作战装备外 乌军人员损失 超过200人 俄罗斯国防部27号表示 俄军使用远程空机和海机 高精度武器 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机场 控制和部署中心 组装车间 无人舰艇停放地 以及从美国和欧洲国家 接收的导弹 武器和军事设备 进行了集中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当天发布一段视频 视频中 几名士兵展开一面 乌克兰国旗称 乌军已夺回斯塔罗马 约尔斯克 这座村庄地处 顿涅茨克州 位于乌军6月初 夺回的一批村庄以南 27号是乌克兰 医务工作者的节日 泽连斯基当天 一连到访地涅伯 尼古拉耶夫 奥卡科夫和奥德萨 视察当地医院 并探望前线医务工作者 他表示 这些医务人员和前线作战的士兵一样 都是英雄 拯救了军人 平民 大人和孩子们的生命 他并向多名医务人员颁发奖章 而在扎布罗热东南部 数十名乌克兰工兵正进行排雷工作 以便乌军后续展开反攻 据指 俄军除了在土壤中埋设大量地雷 还不有鬼雷 工兵们必须非常缓慢地前进 按照北约标准 一人在四小时内 只能推进七平方米 另外 乌方日前公开承认 去年十月 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 是乌国家安全局所为 美国著名调查记者赫什 就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 在乌军对克里米亚大桥 发动的两次袭击中 美国政府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看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 日前在乌克兰采访时殉职的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战地记者 卢拉夫·廖夫 获得了总统普京追授的英勇勋章 扎布罗热清格组织表示 当地乌军正在前线奥列霍沃方向 投入最大力量 试图突破俄军防线 俄联巴安全局表示 挫败了乌克兰情报机关 几度袭击黑海舰队一艘舰艇的图谋 俄罗斯银行公布 第二季度一共向俄军家属 提供了2.9万笔的贷款 合共128亿卢布 大概1.4亿美元 欧博委员会举报 没有预留款项 作为乌克兰出口股物的 额外运输开支或协助其融资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 在俄非第二届峰会上强调 俄罗斯完全有能力替代乌克兰 向非洲出口粮食 并且为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公粮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 发自圣彼得堡峰会现场的报道 我们现在位于第二届 俄非的论坛 我们可以看到 在此次的论坛中 有54个非洲的国家 19个国家 派出了自己的总统 副总统以及议长的代表团 同时有49个国家 派出了包括总统出席的一些 主要的论坛的一些对话者 可以看到 俄罗斯中统普京 在此次的论坛中 也发表了自己的演讲 普京强调 准备恢复非洲 以俄罗斯的粮食来替代 乌克兰 粮食出口的这种可能性 Украина за прошлый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год произвела порядка 55 миллионов тонн зерновых экспорт составил 47 миллионов тонн немало из них 17 миллионов тонн в глобальную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俄罗斯和非洲的元首峰会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展台啊 包括展示一些常规的这种 这种枪械啊 特别是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款啊 狙击手的机枪 它是可以 非常先进啊 当然了 俄罗斯和非洲之间的这种军纪合作呢 它是一种传统性的合作 特别是在这一届的 第二届的俄罗斯和非洲的元首的峰会上呢 包括与非洲19个国家 俄罗斯和他们又是更新了 包括军备合作的这种协议 那么俄非元首的峰会呢 特别是俄罗斯和非洲的这种军纪的合作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非常先进的 特别是人工的一些雷达继承的这种系统 对非洲的国家来说呢 有相当大的信心 可以看到 这是地对空的单兵的这种装置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装置呢 它是可以对一些空中的目标 进行单兵的这种真实导弹的攻击 当然了 特别是在目前的这种军事的态势下 这类系统呢 对非洲的国家的一些动乱地区 也有相当大的这种吸引性 那么以上呢 就是凤凰卫视 如雨光 萨维 引力 Leader 在圣皮特宝的报道 普京出席第二届俄非峰会 承诺向非洲六国免费供应粮食 而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时日评论员郑浩的分析点评 郑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陈子 因为普京在这个时候 承诺对非洲捐粮有什么样的用意 是否能够改善非洲粮食短缺的现状呢 我记得呢 在昨天早上点评的时候呢 我曾经说过 这一次的俄非论坛呢 实际上呢 俄罗斯呢 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同时呢 要开辟和非洲的新的合作的渠道 在当前俄罗斯 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时候 确实呢 有这样的一个必要 那么这次呢 我们也看到 非洲的一些国家的元首 或者是政府首脑 参加了这一届的 圣彼得堡的俄非论坛 同时呢 在这个论坛上面 那么俄非领导人 也相互的 对包括粮食在内的 一些重大的一些事项 进行交流 普京呢 昨天呢 在演讲当中 公开的宣布 要向非洲的几个国家 免费的捐粮 同时呢 加大对非洲的粮食的运输 甚至于呢 要取代乌克兰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普京很好的 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 来宣传自己 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当然普京的这番话 是不是能够最终的实现 我们希望普京 或者是俄罗斯吧 能够对非洲有所贡献 但是呢 事实上 是否能够最终的取代乌克兰 成为非洲 最主要的粮食的出口国 或者叫援助国 那么还有待观察 实际上我们看到 从去年7月份 这个黑海育粮协议 到今年7月17号终止 实际上在这一年当中 乌克兰呢 向45个国家 运送了3200多万吨的粮食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 主要的是一些发展的国家 特别是一些贫穷落后的 发展的国家 那么当然俄罗斯呢 单方面也向非洲的国家 运送了大批的粮食 但是呢 我注意到在7月17号 普京决定 暂时终止这个黑海育粮计划之后 国际社会的粮食价格在一周之内 就飙升了15% 那么刚刚我也看了芝加哥 粮食的这个远期价格 实际上呢 已经创下了五个月以来的新高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因为黑海育粮计划的中止 导致了国际社会粮食的 普遍的上扬 特别是小麦 价格上涨的幅度是非常惊人的 非常快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讲 应该说呢 是雪上加霜 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粮食进口 那么尽管是俄罗斯 有可能呢 是免费的 向一些国家提供粮食 但是呢 我估计它也不会是一个 长久的一个计划 那么这些得到免费的 这个粮食的国家 他们卖给老百姓 也不会是免费的 对吧 他们可能是得到俄罗斯的 免费的捐助 但是呢 真正拿到市场上 也不会是向老百姓免费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老百姓仍然要花较高的价格 来购买免费的粮食 那事实上就是如此 我也注意到 联合国这个秘书长古特雷斯 也在普京发言之后呢 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认为呢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行动 并不能够缓解 当前国际社会 粮价上涨的趋势 而且他自己也认为 其实呢 根本的要解决粮食的问题 还是要国际合作 通过恢复黑海育粮计划 来向这个发展的国家 来提供稳定的 粮食的这个出口 所以呢 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普京利用这个机会 来扩大俄罗斯的影响力 这是莫斯科的一个战略决策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计划 它的持久性 它对整个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 以及呢 非洲国家究竟有多少个国家 能够从中获益 那么实际上呢 还是有待思考 有待观察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 实际上的恢复 黑海育粮计划 恐怕呢 仍然是一个需要各方 努力的一个目标 当然俄罗斯有怨言 有不满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这些不满 怨言 应该是通过 进一步的谈判协商 通过找出一个 更好的解决方法 让各方都能够得到满足 特别是俄罗斯 提出了化肥啊 结算啊 这些实际的困难 应该满足这个俄罗斯的要求 总而言之 俄罗斯单方面宣布 这种免费的捐赠 或者是单方面 要替代乌克兰 成为这个非洲的 主要的 运粮的出口国 这些设想 虽然是非常的伟大 但是呢 恐怕实现起来 有重重的困难 两位 是 谢谢郑豪先生的分析观察 再来看 拜登27号在白宫 针对如何应对极端天气 发表讲话 会采取哪些额外的措施 今天我们和 纽约直播室的记者 陈银谦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银谦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陈子豪 人人好 下面我们来看美国方面 热浪席卷美国 多达40%的美国人 面临高温警告 美国总统拜登 27号宣布 为应对极端眼热天气 将采取新的措施 保护工人 以及弱势群体 拜登27号在白宫 针对如何应对极端天气 发表讲话 他指出 从美国佛蒙特州 到加州历史性的洪水 再到美国中部地区 日益严重的干旱和飓风 还有伤火导致的 空气质量恶化等现象 没有人可以否认 气候变化的影响 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已经波及到 超过1亿美国人 并且给美国每年 造成1000亿美元的损失 并对弱势群体 造成最严重的打击 拜登当天宣布 采取额外措施 应对极端高温天气 带来的后果 拜登抨击美国极右翼分子 试图破坏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阻挠政府 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拨款 拜登政府计划 施资700万美元 开发更详尽的天气预报 包括预测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 并计划投入1.52亿美元 加强加州 科罗拉多州 华盛顿州的 饮用水基础设施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此外 拜登政府还推出了 一个新的网站 为民众提供互动地图 以及如何在高温天气 保持凉爽的建议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7日报道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同意 美国将配合国际刑事法院 去调查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这将会是美国首次以非缔约国的身份 和法院分享证据 报道称拜登强调要对俄罗斯战争罪进行追责 并对其他俄罗斯的肇事者推动者追究责任 美国还将联合乌克兰总检察长 欧洲司法组织联合调查组 联合国人权观察团等等共同追责 乌克兰方面回应表示说 这是对俄罗斯进行全面问责的历史性的一步 并且对美国司法部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 并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最高领导人 签署防务合作新协议 奥斯丁强调 美国不寻求在当地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 此举是为了确保美国能够保护印太安全 维护国际秩序 美国还将在当地部署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艇 用于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我们再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7日的一则报道称 研究显示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塑造了用户的政治理念 在美国大选期间造成了严重的意识形态隔离 大数据推荐让忠于某一观点的用户 更容易去接触到某一观点 从而变得更加的封闭 尤其是对于保守的共和党而言 这也导致了美国两极分化更为严重 这项调查是由12所大学17名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 对脸书2.08亿用户 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数据进行整合与分析 而脸书等社交媒体也是美国大选投放竞选广告 最为频繁的地方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焦点关注 现在就把现场交换给香港 好的 谢谢英谦的介绍 下一节关注两岸消息 稍后见 台风杜苏瑞预计在28号的早上到上午 在福建沿海一带登陆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及暴雨橙色预警 国家防总也启动了防汛防台风 二级应急响应 目前杜苏瑞已经为福建 广东 浙江等地 带来了大风降雨等影响 在福建已经有超过15万人转移 杜苏瑞预计将会在28号早上至上午 以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正面登陆明南地区 中央气象台指 杜苏瑞登陆后 残余环流将长时间维持 并持续北上 为内陆地区带去风雨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27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升为一级 各地多挫并举应对台风 福建中南部沿海和闽中 闽南台湾潜滩渔场 台风中心经过海面的阵风 可达17级以上 海上方面183艘刻度船 已全部停印 沿海养殖仪派上的2.84网人 全部撤离上岸 陆上方面转移危险 7亿群重12万多人 目前福建省已关闭超过600个景区景点 和5000多个施工工地 沿海港口百多家企业已停止作业 福建省张州市 厦门市 全州市实行三停一休 即停工 停产 停课 休市 全省加大主要生活品的调运和储备 在张州 张浦县各大施工工地停工后 施工人员已转移到安全地带 而在张州市的农场工作人员 就忙于加工大棚 增强抗风能力 并调度消防 电力 通讯等专业抢修队伍 随时应对险情 在交通方面 福建省自27号晚上8点至28号晚上11点 省内多趟旅客列车停运 机场取消航班200多架次 广东汕头市27号下午 启动防风一级响应 全市范围内停课 停工 停产 停运 工作人员在码头进行加固 并进行24小时广播 呼吁渔民不要在台风登陆前后 返回渔船 浙江州山海事部门 联合地方政府 组织开展海岛旅客疏散工作 在多个热门旅游海岛 已撤离游客超过18000人 截至27号下午 州山70条水上客运航线中 有40条受台风影响暂时停航 受杜苏瑞影响 温州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 其中在文城县 降雨导致道路被淹 转移安置群众8000多人 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 会商研判 杜苏瑞具有登陆强度大 影响时间长 范围广 雨量大 北上深入内陆等不利因素 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 已要求各地有关部门 强化应急响应期间 责任落实 值班值守 及信息报送等工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风杜苏瑞侵袭台湾酿灾情 至今已经造成了一死一伤 受杜苏瑞外围环流影响 高雄27号深夜风势强劲 多处道路出现树木倾倒 阻碍车辆通行 外有电线杆疑似遭抢风吹断 余万户家庭停电 当地正持续派出恢复 一场晚间骤雨 至台东市多条道路路面积水 民众只得涉水而过 不少商家堆积沙袋 以防积水渗入店内 而一项车水马龙的台东观光夜市 也仅剩少许摊位 和零星游客光顾 而在台南随着雨势减小 入夜后仍有不少游客 来到小吃街享受宵夜 豪雨连降两日 花莲出现土石流红色警戒 公路出现大范围土石滑落 工人到城抢修 却遭遇落石杂落 地上出现大洞 路面地基掏空下线 所幸工人及时躲避 逃离险情 在里岛蓝雨 风雨将山壁大量土石 冲刷至地面 但山壁附近没有防护网 弱砸伤民众相当危险 防灾部门以派员紧急处理 尽管杜苏瑞的影响渐弱 双北市长都紧盯动态 严防酿灾 新北市长侯友宜 与台北市长蒋万安 各自召开整备会议 了解辖区内灾情 并要求相关单位严正以待 派去副市长 到各地方去了解 整个房台准备的情形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来看财经消息 美股在星期四收跌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超过230点 没有能够实现14连涨 美国10年与30年期 国债利率飙升到了4例以上 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 经济出人意料的具有弹性 让市场担心 美联储可能需要 在更长的时间内 维持高利率水平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 35282点 跌237点 跌幅是0.67%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140050点 跌77点 跌幅是0.55% 标普白指数收报 4537点 跌29点 跌幅是0.64% 详情一起来看 驻纽约记者发会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四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早知开盘式 跳高开出 主要是受经济数据造好 以及公司盈利超出市场预期的 利多消息的支持高开 随后在五盘之后 三大指数则是同步下跌 也是因为公司盈利消息的影响 所以道琴斯平均工业 主当中重量级的一些工业股 出现重挫 所以拖雷道指终于没有冲上 连升14天的历史记录 而结束连升13天的最长的上升趋势 星期四收盘下跌左手 那么经济数据方面 最新公布的美国第二记录的 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超强 市场预期是2% 真正是2.4% 而其中的核心通胀相关的指数的增幅 又比市场预期为低 市场预期应该是上升3.2% 但是增幅只有2.6% 这些显示通胀似乎在收空的同时 经济增长 而相对强劲在早盘时 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脸书公司的母公司Meta 因为是云算技术 在星期三公布超好 是连接了这个星期三的推动 星期四继续呈现早盘时 升幅超过8% 但是收盘时 大大升幅收债 其他上升的 也有英伟达 谷歌和亚马逊 但是终于没有抵挡过 大型的特斯拉 以及奈飞和微软公司的下跌 纳指在早时 高开超过百天升幅 收盘时 也是以下跌作收 标普500指出 11大行业股 10大全面都是出现下跌 金融类股跌幅最大下降1.29% 而电信类股早市的时候 开盘上升超过2% 收盘时只有小升 0.86% 是唯一上升的一个行业股 收盘时 10年常债收益率 出现了反弹跳升到4.006% 而油价上涨1.7% 是80.09%一桶作收 黄金价格下降1.2% 1945.70美元 一盎司作收 为两个星期的新地位 以上是新一次情况 高峰和卫视旁哲 永远报道 日本央行将会在当地时间 星期五的中午 公布议席结果 当地媒体报道 当局可能会扩大 长期国债收益率限制 被外界视为缩减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 市场担心 日本国债收益率回升 日本投资者可能会把资金调回国内 触发美股和美国债券价格 星期四下跌 日经新闻报道 日本央行在议席会议上 讨论维持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目标下限不变 但是允许上限逐步上升 并且可以超越0.5% 变相当局可以减少买债规模 货币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和可持续 不过上周有报道指 有日本央行官员认为 目前暂时不需要急于放宽 长期国债收益率限制 原因是市场运作仍然保持平稳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 稍后见